我們現在介紹這道菜為豆芽雞絲 首先包裝打開來裡面有豆芽雞絲 紅蘿蔔蔥段蒜碎 自備的調味料有沙拉油兩大匙 鹽巴味精各一小匙水50cc 首先我們鍋中先放兩大匙沙拉油 爆香蒜碎 等蒜頭炒香之後放入雞絲 把雞絲炒熟之後 放入豆芽、紅蘿蔔 月圍拌炒之後加入水50cc 等豆芽燒軟之後放入調味料 鹽巴、味精各一小匙調味 拌勻之後放入沖泡 拌勻均勻即可起鍋 我們豆芽雞絲完成